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四 更新精品咖啡的一些開箱 以及小知識 所以如果各位對精品咖啡有興趣的話 請務必訂閱學長的頻道 這樣你每週四就有新的影片可以看囉 好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個 悶蒸觀念的延伸 同時也是一個誤區 因為最近學長還是碰到一些學生 或是一些網友告訴我說 學長我的悶蒸一直不膨脹怎麼辦 其實這件事情本身呢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它背後是不是有一些觀念上面的盲點 會導致於你一直追求膨脹 好 那首先呢 這個誤區我們必須先思考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追求 悶蒸的時候會有膨脹 因為膨脹代表的是咖啡豆吃了水以後 它釋放出咖啡豆裡面的二氧化碳 那這樣二氧化碳呢 它在往外釋出的膨脹的情況之下 就會把粉塵撐開 形成這個很療癒的悶蒸那個膨脹的狀態 然後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好 所以最中間呢 我們就看到聽到幾個關鍵 第一個部分就是豆子吸水以後 然後第二個關鍵就是 釋放出二氧化碳 所以才形成悶蒸的狀態 OK 所以在我們了解這個邏輯以後 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豆子它有吃水 它有沒有可能它的二氧化碳釋出 如果沒有很多的情況之下 那它會不會膨脹呢 那需要可以跟你講 如果碰到這種狀況的話 它的膨脹程度是非常微幅的 就等於說它有吃水 但是它可能膨脹沒有很懸著 那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會碰到這種狀況呢 譬如說一個是你的豆子 可能放得比較久一點點 但是不代表說一定是不能喝的 可能是比較久一點點 因為豆子裡面的二氧化碳 隨著你放的時間越久 它會慢慢的釋放 而且會大量的釋放 所以有可能你的豆子 已經放到一個 它還好喝 但是它二氧化碳 已經比較不足的情況之下 所以它即使吃了水 它也不會很大幅度的膨脹 這是第一個狀況 第二個狀況是它豆子烘焙的時候 它就是可能比較淺焙 極淺焙的豆子 或是有些豆子的特質上面 它其實就不 它的二氧化碳的釋放就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如果各位有時候買到很淺焙的豆子 它的膨脹好像也不是很顯著的情況之下 也不代表說這個豆子是沒有吃水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豆子在這種狀況之下 它沒有很顯著的膨脹的話 你其實必須要去觀察你的豆子吸水的程度 如果它有吸水但是沒有膨脹 這是OK的啊 它不會影響你的風味 而且它可能是好喝的 那我們再跳出來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讓大家再加深一下印象 譬如說濃縮咖啡 就是用高壓嘛對不對 要高溫的方式來萃取咖啡 那這種萃取方式它反而希望豆子的排氣要少一點點 不要太多的排氣 要不然的話會破壞咖啡粉餅裡面的萃取環境 所以這個概念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空氣就是所謂二氧化碳的放出 它不是好不好喝的必要條件 不是 它反而是呢 它只是一個觀察的徵重 以及你在沖煮過程之中可能會發生的現象 所以不用過分的迷信膨脹 你一定要堅信的就是咖啡粉的吸水 吸水其實才是真真真正正我們要追求的 而不是膨脹 那弄清楚以後我們就要去了解說 OK那我們可以大略的去分割幾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是你的膨脹 如果你們只有膨脹的話 通常代表是它是正常吸水的 所以有膨脹基本上就是OK Safe的狀況 這是第一個狀況 第二個狀況是 它豆子在放了比較久一點點 二氧化碳比較少 或是比較淺培的情況之下 它如果有吸水 但是它沒有很明顯膨脹的話 這個狀況也是OK的 它不是不OK 它是OK的 不用去改變你的其他參數 這是第二點 但是你要弄清楚它是第二個狀況 那第三個狀況就是 它本身就是沒有吸飽水 所以它就不太會膨脹 第三個狀況基本上我們可以判斷說 它就是基本上是OUT 你如果沒有吸飽水 它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膨脹的 OK 那第四個狀況是 它可能沒有吸飽水 但是它只有局部膨脹 OK 那也是有可能啦 可能你的 因為你的布水的均勻度不正常 有地方布的比較多 有地方布的比較少 所以它膨脹沒有很顯著 或者說它膨脹以後又凹陷 這種狀況也是會發生的 所以後面這兩個狀況 我們可以歸了為同一個狀況 就是它吸水不完整 或是甚至完全沒吸水 可以歸了為同一個狀況 那如果各位想要去多了解這個狀況的話 可以看一下學長之前拍的 關於悶蒸的影片 我也把它放在上方的資訊欄 如果各位想回去可以再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就來認真的來思考一下 剛剛前面說的前面兩個狀況 第三個狀況 這三個狀況 你如果能夠弄清楚的話 對於你悶蒸的成功率 絕對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總共了解狀況了嗎 OK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來示範這三種狀況 除了膨脹之外 麻煩各位要看一下粉跟粉之間 那個吃水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示範有吃水 然後有膨脹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濾杯是冰銅 因為它是00的尺寸 但是比較小的 那我在悶蒸的時候呢 可以讓大家可以感覺到我的粉 跟我的手蜂骨靠得非常的近 那你這樣子呢 你沖起來的時候比較不容易失敗 但是其實用什麼濾杯都是一樣的 我只是讓大家比較容易看得到 好 給水 正中間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OK 好 可以看到 當我的粉塵它正常吃水的時候 我的咖啡粉裡面呢 它其實是會 有感覺起來好像有水在裡面 它不會馬上乾掉 然後它會進行一個正常的膨脹 這是很淺的豆子 但是 所以可以看到即使是 比較淺的豆子它膨脹程度也不會 非常非常的膨 但是這個狀況就算是已經 符合所謂的有吃水 有膨脹的標準 所以各位不用過分迷信 一定要膨的非常非常高 可以看到 正中間跟外側正中間已經有明顯的膨脹 這樣就已經算是OK的悶蒸了 不用過分迷信 一定要膨的很高 OK 那我們看第二個 就是它有吃水但是沒有膨脹的狀態 我們一樣用90度的水 然後呢 剛剛沖煮的 布水跟剛剛是完全一模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第二種狀況 好 正中間 給水 2 3 往外繞圈 好 回中間 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是幾乎是平的 但是可以看到粉跟粉之間 它還是吃的有水珠的感覺 它不會完全就是沒有亮亮的感覺 它是暗暗的 它本身是粉跟粉之間間間氣是 有看到一點點水的 那這種狀況是因為它本來就二氧化蛋已經很少了 但是粉跟粉之間它是有凝聚力的 會吃到一點水 可以撐得住的 那這種狀況之下呢 我們也可以判斷說它基本上是OK的 它不是不OK的狀況 所以你也不要覺得說這樣一定是失敗的 這種狀況其實可以看到粉都有吃到水 基本上就是OK的 所以這一杯呢 因為我學長來說的話也會判是OK的 OK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第三種狀況 就是它不吃水 當然也就不會膨脹的狀態 那請各位要注意一下 這個狀況是排除了 就是布水不均勻的問題 因為布水不均勻可能 譬如說你外圍太多 內側太少 可能是你的 會是你的一個原因 所以當然今天我們不是以這個討論 這個為主 我們今天是因為可能它淹沒度太粗啊 或者是你的給水太用力啊 或者是你的豆子太舊了 就是已經過期的豆子 導致它不膨脹 那如果有不均勻的問題的話 請大家看學長之前的影片 那裡面想著很詳細 就是怎麼布水會比較均勻的 OK 好 正中間給下去 布水都一樣 跟前面都一樣 給下去 然後往外繞 回中間 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一給水以後 我的粉塵的上面的水就很快速的就往下滲了 可以看到表層基本上是 就是不太會有膨脹 甚至粉跟粉之間也不太吃水 甚至連最外圍的粉呢 都還比正中間的高 因為呢 中間一碰到水後就把它往下吸了 很明顯的一個大塌陷 那這種狀況通常呢 它代表說它既不吃水也不膨脹 這是最不好的狀況 基本上你待會在沖棍之中 很容易很容易就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如果你碰到這種狀況的話 它是最麻煩的 像不像前兩把 至少說 它倒完水後的中間會略微 可以看得到粉跟粉之間是吃著水的 或是它微幅的排氣 都是比較正常的 這個狀況本身呢 就是一下去感覺起來水 就瘋狂的往下面流掉 在表層上面也不會停留 代表說我的整個粉塵是沒有支撐力 它就是撐不住了嘛 撐不住你該做的事情就是要調再吸一點點 水溫調高一點點讓它的阻力增加一點點 能夠去對抗我的咖啡粉 這樣子呢 你才有可能讓我的水 盡量開在粉裡面 OK 那我們看了以上三種狀況的時候呢 請大家去特別要去思考一下幾個狀況 第一個就是 我們不用過分迷進膨脹這件事情 當然 膨脹的成功呢 往往也代表是 你們這應該算是比較合理的成功 但是如果碰到特殊的豆子 比較淺培的啊 或是放了稍微久一點點 但是它還是在賞味期間的豆子 它也有可能不怎麼膨脹 所以也不用過分的迷信 尤其是現在大家越喝越淺嘛 所以豆子不膨脹很正常 OK 所以碰到第二種狀況就是 沒有很膨脹 但是它有吃水的話 大家可以安心的繼續沖煮下去 然後再搭配你的瓶飲 如果真的覺得還蠻好喝的 那你就OK啦 但是第三種狀況是 請大家務必要去避免 就是看下去很明顯 我的粉撐不住水了 水會瘋狂的想要往下面流掉 然後導致我的表層乾乾的 甚至有點下陷狀況 這種狀況是比較需要去調整的 因為它會代表的是 你的咖啡沒有風味啊 然後或是很酸很酸 這種大家不喜歡的味道 對以上這樣的狀況 請大家去略為了解一下 不要迷信 但這些徵兆呢 都是我們去輔助我們的 調整沖煮的一些好的跡象 OK 那我們今天的開會沖煮攻略 就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對於沖煮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囉 那希望可以把很多細節跟大家分享 畢竟 沖煮狀狀況白白種 我不知道你碰到什麼狀況 但是你告訴我的話呢 我記得要都可以幫你解決喔 OK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